你们好朋友吗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期比较简单粗暴直接的卡组 因为前几期视频你们都会在下面留言 这套打皮卡锤皮卡羊怎么办呢 这套遇到皮卡不就完蛋了吗 好 今天我就来教你们怎么打皮卡电发组合的卡组 然后这里我选择的是一套 选择的是一个打皮卡羊的回方 因为皮卡羊相较于皮卡锤更血客我们 好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手 他已经率先亮出了他的羊 所以我可以一定程度的估算一下对方的卡牌 他现在有羊 有黑王让我皮卡 所以我100%断定他是皮卡羊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手里的卡牌 我们现在手里有地狱龙 哇 天哪 地狱龙 血客大皮卡 我们赶紧出他 不行 你这个时候你要是出地狱龙你就输了 我们看一下对手 他的手里已经创着电法 他已经要放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马上出野猪在另一路 骗出对手的电法 然后再出地狱龙 这个时候对方手里有小电 我们补一手幽灵 哎呀 但是 哇 天哪 这幽灵更新之后没有实体 挤不掉这个大皮卡 所以给他砍了两刀 但是我们对手相对的没有小电 所以他现在守不了我的地狱龙 他电法出过了 所以这里我们赶紧补一手小电 把这个刺客给打死 然后地狱龙锁塔 他这塔没了 队友出了一只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这只羊 他是五费卡了一个羊出来 我不是非常理解 但是我们用超级做一下截掉就可以了 他这个羊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会把羊留下来去抓我的野猪 好 这里我们换路 野猪 这个超级他得解的 然后这个游侠位置非常雕装 他两路都能打到 但是我们终止刺客 游侠就没了 现在对手 另一座塔有596机血 我们现在两座塔都挺健康 到后期的话 对方要是一个电法抓住了地狱龙 我可以选择卖掉一座塔 然后去打他的另一座 我们现在飞满了 我们敲度出个幽灵 把对方的幽塔打掉吧 哇 天哪 撞到钢榜上了 我现在该怎么做 哦 对了 我说了有地狱龙 地狱龙血壳大皮卡 上把地狱龙不行 你要出地狱龙 你就死了 因为对手捏着电法 他之前电法已经刷出来了 所以你不能出 我们反路出游侠 设一件这个电法 然后把它拆掉 对手这里想换路 跟我刺客 这个刺客 我觉得吧 可以卖一下 这小电 我就捏在手里 我就觉得好想电 好想电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电 虽然最终我还是没有电 我这里省出了两费 去把这个黑王给解掉 然后野猪 对手没有及时 用这个羊来锁住我的野猪 所以野猪把它的幽塔给敲掉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对手又敲脱了皮卡 这时候地狱龙出不出 地狱龙得出 因为没牌出了 这时候刺客想跟我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这里出超级的话 超级会优先打刺客 然后被右边的皮卡砍残 我们选择用野猪进行两段勾引 哇 天哪 这个操作没谁了 然后这个小电来得不及时 但是它即使它那个小电了 我的超级也是来得及出来的 最多爱意到 这个羊给它冲起来卖了 卖了 然后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套打皮卡羊 真的很难打 他们血骂克我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可以祝你有希望战胜 万恶的皮卡锤和皮卡羊 那么本期非常短的小教学视频 就在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喜欢 谢谢 拜拜